我们的项目主题是家政网站 接下来就是我会操作 然后各个组员会介绍各个页面 首先这边看到的是网站的首页 这是一个自适应浏览器大小的全屏背景 然后接下来这里我们会展示用户的评论 然后和我们网站的一些广告 上面的菜单栏会在页面下滑的时候展现 然后右边有一个回到顶部的按钮 然后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有一个手机段的样式 也是跟移动端的信息是一样 然后我们网站这边还用了一个Patech Router 如果说它现在是没有登录的话 它是没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 比如说下单页面和的面页面 对它都是会自动弹出来的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还有一个Aero一面 比如说有一些bug的话 它会跳到这种页面 然后下面燕博 燕博会介绍一下这个登录部分的光 对就是像东宇刚刚说的 我们这边是有使用一些Protective Router 所以我们这边整体的这个登录的话 我们分为三种权限 首先是user权限 然后在employee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admin 还有login as admin 还有一个login as employee 对这边 就那个admin的那个功能 那个admin的那个账号 我们是一个超级的账号 那个账号大概 它的email会是固定的格式 然后这边的话 我想让东宇先帮我看一下那个注册 对就是注册as customer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注册的功能 就是输入账号密码 这边的话 如果是他这边会有一些报错 就是说他如果 对他如果的 他这个email就是之前并没有存在我们的库里 会有这么一个报错 然后对 然后这边 这边我在 这边我在注册成功之后 会自动的在local 在local storage 在Saga的local storage里面 会给他赋予 他这么 会赋予他这么一个权限 这个是user的权限 他之后会自动跳转到 咱们之前没有办法去的那个 Protective Order 这边user的话 先会跳转到的是order界面 就让大家看到这样 对 然后下一步的话 我想让东宇看一下 就是登了employee的时候 对 对 整体的流程跟刚刚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在local storage这边的话 会赋予他这么一个employee的权限 我们employee的权限的话 我们会直接跳转到 employee order这个界面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上面的neverbar 也是有所变化的 会看到这个myorder 然后还有那个employee的profile 对 然后这边东宇再切一下 对 然后再下一个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们的admin 我们的admin的话 是这个超级账户 永远就是叫做admin adoc.com 然后我们可以再进一下 最后一次赋予的权限 是这个admin的权限 admin的话 他的权限会比较多 可以处理一些user的订单 也可以对于这个员工的信息 做出一些处理 他的权限很大 他的话会到这个管理前面 对 然后东宇再check out一下 对 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 就是 下一步的话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会有一个忘记密码的功能 对 我这边会有更多忘记密码的功能 就是用户可以通过 点击自己的这个 点击这个连接 然后输入自己想要recover 密码的这个address 然后就去点一下confirm 然后如果是已经就是成功的话 他会提醒用户去看去自己的邮箱 检查一下有没有这种verificationemail的存在 稍微等一下会有点卡 嗯 东宇上下 对 对这边的话 他会发一个verificationemail 然后点击这个链接会进到下一个页面 然后底下就是用户需要提供的激活码 就是他每一次他会给他一个verificationcode 然后用户通过点击这个可以到下一个页面 这个token的话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这个token 这个token的有效期是一个小时 然后底下的话会让用户再次确认自己的密码 就相当于重置自己的密码 也可以 对 也可以就是看一下密自己密码的那个信息 如果这两次密码输入的是不一样的会是这么一个报错 对 然后两 然后如果两次密码一样 但是token有问题的话 也会告诉我们这个token是有问题的 以后他可能是过期了 以后可能是token输错了 然后如果他token已经成功的话 会让用户自动再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用户可以用自己刚刚去update过的这个密码 然后再做一次新的这个登录 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成功的登录 并且挑战到后面的auder界面 然后东宇再回一下首页吧 对 然后这边的话连同首页也是有做一个responsive的设计 就是整体的这个网页弹窗 包括那个 然后login 对 好的 我的部分就是这些 后面是梦轩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token的后端的验证 我也主要是用户的个人信息页面 然后当用户注册或者登录完之后 他会可以点那个my profile然后进来 然后因为我们的用户他是通过邮箱注册的 所以他们需要在这里面去更新他们的个人信息 对 然后你可以去 你可以换一个不同的名字 然后他那个 就是所有的 除了那个address option是 不需要必须填的 其他都得必须填的 之后才能去save 然后在更新完之后 他那个头像底下的名字就会改变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那个older history 这里面就是他这个用户的所有的历史订单 然后也能去点击这个view去查看 然后这个这块部分会我之后的朋友他会去讲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分页查询的功能 然后在底下也可以去改多少页 然后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在以后会进一步的去更新 我还设计了这个token 之后就是在后面的话会提到 然后就是那个在后端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设计了两种 一种是给那个 一种是给eployee的 一种是给user的 因为在那个user的时候 设计到了一些评论的地方 所以在eployee的时候 他是不能去评论的 然后下一步就请动员来展示一下他的下单演员 因为现在我登录的是user的账户 然后user我们下单有两种情况 两种方式 一种是首页的话可以看到他可以直接在首页 选中他想要的这个一些方间数 如果说他b天下没有填的话 他是不能进去的 比如说他这边填三个三 后面两个不是b天下 他就可以进入到这边 另一种方式是他如果可以从右上角的nibar 进入到这里 然后首先他是选中方间数之后 然后这边下一项是可以选我们清洁类型 我们分为有两种 一种叫regular clean 一种是end of lease clean 这个end of lease我们默认是把四种额外的这个清洁选项默认 给他附加上的 然后他是取消不了 如果是regular clean的话 他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 然后而且右边我们这边也是会实时更新 左边的信息和一些价格的 对就像这样 然后第三页就是展示这个订单的 比如说时间 那比如他可以选他想要清洁的时间 房屋类型不是b天的 他也可以随便填一下 然后这边就像下面也是b天下的话 如果他铺天是不可以提交的 然后比如说用这个数据填上之后 右边也是会更新掉 然后他点击complete booting之后 我们这边用的是strip的一个支付 所以说但是是一个test版本 然后用的是他提供的一个卡号 当支付成功之后 对会跳转到这个订单完成一枚 然后右边会显示一下 刚刚的主要的订单信息 那在这边可以点下vorder 看到订单的详细信息 然后这部分让堪林杰来讲解 大家好 这一页是我们订单的详情 就是这里订单的标题里面 涵盖了我们 就是这个订单需要清理的类型 就是刚刚展示了 一个是regular 一个是end of lease 以及需要清理的房间数 标题下面展示了订单的基本信息 然后也展示了订单的下发者的 姓名以及接单员工的形式 这个订单 我们的订单一共有四种状态 当用户下单后 没有员工接单时 订单处于confirmed的状态 员工接单后 订单处于in progress 员工完工后 订单处于finish的状态 当订单由于某种原因 它会取消 取消后订单处于cancel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面的话 是显示了一些联系人的基本信息 之后再往下 就是有用户预约订单的开始时间 以及员工完成订单的时间 在我们的订单的右边 展示了订单的价格 以及就是操作这个订单的按钮 我们在这一页进行了大量的复用 就是不同的角色 就user, employee, admin 去登陆 去看这个订单的详情页 以及这个不同订单状态 不同状态的区别 它右边的按钮 都会有不同的样式 比如说在当前这个页面的话 用户他刚刚下完单 但是他想他需要取消这个订单的时候 他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去撤销订单 然后其他的状态和按钮 在我们之后 我们组员的介绍里也会看到 此外我们的订单 还有一个评论的功能 就是review的功能 当这个订单完成之后 用户可以进行一些评价 一些评分 还可以写评论 后面我们的组员也会详细介绍 然后这是订单想象 好的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 User的MyOder介绍 然后这部分让Olya来讲 这是一个user的一个介绍 作为客户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的一些 比如说他有多少总共的订单 和完成的订单 这些都是通过后端计算出来的 然后这些 接下来就是他那些基本信息的展示 然后这个Villette Wu这个人 他的主要是 主要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old history 就是说他 他有他以前 以前有一些哪些订单 就是他 就是跟他关联的 然后对于这些订单 我们展示了他一些 比如说他的那个时间 然后他状态 然后他的订单号 他的接单人 然后我们可以对他进行Vill和Cancel的Action 然后这个就是 对如果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当他就是当他的订单 作为客人他完成了订单 那我们可以对他进行 他可以进行评论的功能 然后他可以在这里进行评论 输输一下他的对 给他一贴的Star 然后之后他就可以 显示在这儿 然后同样他可以Cancel 他的订单 就是如果当他下单出 他不想要了这个订单 他可以Cancel的 他就被成功的Cancel 然后这一页面也是 我们分了三个角色 就是Admin和那个Staff和Customer 进行了一个服用 但是每个页面的功能是不同的 之后会进行介绍 这也是有分页的展示 可以选择你喜欢哪一个方式 进行成立 好的 然后对这就是我们优责的全部内容 然后下面我展示一下 Employee的节目 比如说这边我先登录一个 Employee的账目 对然后这部分让Cancel来讲 大家好 这一页是员工的任务大厅 这一页的左边会列出 所有客户代接的电单 然后右边我们附用的订单的详情页 然后你点击每一个订单的时候 它会显示对应的订单详情 然后这一页的下面 我们也是有一个分页查询的功能 然后在这一页我们还能看到 右边是有一个accept button的 这个button是员工想接这样单子的时候 点击这个button 我们会展示一个pop up 如果他确认yes以后 他就会接了这个单子 然后左边的状态也会跟着改变 从confirm到in progress 然后假设如果员工 现在已经完成了这张订单的时候 他点finish的这个button 他也是能完成这张订单的 然后我们的左边也是会跟着 改变这个状态 然后就这些就这些 好的 然后employee的myorder 这个是employee的myorder 但是跟之前的我们就是 作为清洁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allergy rating 就是这个平均得分 就是也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还有total order 同样的还有它的status的判断 就是它是否是available 如果它现在是可以接单 情况下我们会显示 它是绿色的可接单状态 然后它不可接单的时候 它会是unavailable 然后还有它的history 和customer不同的是 它可以finish order 这边可能没有finish的一个order状态 所以 可能后端数据库没有更新 但是主要是 对就finish的状态 就可以finish 对 然后之后 就主要是stuff的一个功能 然后stuff的map profile 因为跟user的逻辑跟功能是一样的 这边就不再讲 然后第三个我们再展示一下 admin的 admin的账户 首先登录进来是一个dashboard 让组长来讲 然后首先这上面有一个taps taps连接四个页面 我这里的上面是连接了四个nested router 然后就做了一个页面切换的功能 然后在dashboard这个页面呢 首先上面它会去展示 一些statistic的数据 比如它现在总共的订单数 总共confirm的订单数 然后现在活跃的员工数 然后以及现在活跃的用户数 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 我从后端拿了20条最近的那个订单记录 然后其中5条就展示在到这里 然后在下面 我会把这些数据进行进步的衰选 除去重复的使用的用户 然后把最近下过单的4个用户展示在这里 对 然后我这一页就是这样 好的 然后接下来三个页面让凯西讲 大家好 这一页是我们admin的任务大厅 这一页跟员工的任务大厅不一样的是 它会展示所有状态的订单 然后这一页我们多做了一个filter的功能 然后你能从那里选择不同状态的订单 又有能选择confirm,cancel,finish和inprogress 然后这一页也是有一个分页接口的 如果你选到 我们做这个分页接口的目的是 是为了不一次性取过多的订单而导致前端拥堵 然后这个单子就会重新回到了员工的任务大厅里面 然后我们也是能选finish这个button 如果我们点击了finish的话 这个单子就会从inprogress变成finish 然后我们左边的状态也是会实时更新的 然后这一页是我们的所有用户的列表 这一页我们会展示用户的名字 用户的邮件 用户现在正在进行的订单和他们已经完成了的订单 然后这一页我们还会有两个action 一个是 一个是查看这个用户的详细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删除这个用户 然后这一页也是有一个分页接口 然后这一页跟刚刚那一页是比较相似的 但这一页它多了一个是员工现在的状态 就假设员工现在是unvariable的 我们会显示他们的状态 然后这一页也是能删除一个员工的 如果我们点击确认删除的话 员工是会从我们这里删除的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主员会展示一下 删除员工后我们的员工是不能登录的 然后这边如果账户刚刚被额的命删除之后 它就会提示你的账户被封禁了 然后请联系我们的额的命 然后以上就是我们项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要介绍一下组员了 那组长来数一下 就我们一共是八个人 然后有两位同学 然后一位是凯西 一位是Olivia 然后他们是在悉尼 然后现在就读于USW 然后我们剩下的六位组员现在都是其实在UQ就读 一个是我 我是Winston 然后刚才做演讲的是Winston 然后登录是那个燕博做的 然后刚才那个 那个order detail的配置是那个 康林杰做的 然后张沐轩做的是profile update的配置 然后还有一位组员今天没到场 因为他实习去了 是Eric 他帮我们 其实他一开始帮我们 设计了大量的UI 然后还把那个我们的navigation 还有之前的一些登录部分 的后端其实也是他帮忙补充出来的 对 但是他现在实习去了 然后所以今天还来不了 然后我们每个组员都是经历了 就是从前面写一个component 然后修改修修饰它 然后能连接redux 然后最后能连接到后端接口 然后后端接口是也是自己写 然后连接到数据库 就起码我能保证每个组员都是这一条线都是通的 对 这是我们组的基本情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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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